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成語裡面形容婚姻出了... 快要出問題的時候 會有四個字叫做 好像睡在同一張床上的人 人生方向出了一點參差的時候 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可是實際上結了婚人就知道 同窗異夢根本就是婚姻的常態 就是你對整邊人的了解 真的比你想像的要少很多 那康熙很鼓勵明星夫妻們呢 就是無法對對方啟齒的話 到節目裡面來跟所有觀眾講 就是什麼邏輯會有什麼意思 康熙今天邀請了四個明星夫妻 來要告訴我們一些他們沒有辦法 告訴他們另一半的事情 歡迎四位你們 歡迎四位 謝謝 因為夫妻一共有八個人當中 第一次來的是顏麗婷 妳的另一半張志豐先生 歡迎 籃球明星第一次來康熙 就來這個題目好嗎 對 稍微有點臟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他講什麼 現在製作單位非常的神秘 請問妳們結婚多久 兩年多 新婚耶 是吧 張志豐看眼力挺 張志豐不記得他們結婚多久 對 因為他在眼神 他在眼神空掉耶 因為我們在一起滿久 所以他不太記得 交往是有超過五年在結婚的人 四年多 今天要告訴康熙的觀眾 卻不告訴妳的那件事情 我覺得是因為怕妳耶 真的嗎 因為我想他怕妳怕到 等一下講完以後 我們也還是不告訴妳那什麼事情 因為那個事情還... 所以你們覺得我會生氣 我覺得妳會生氣 我不知道 因為男生跟女生的標準不一樣 像小S覺得她會生氣的事情 我看了也覺得還好 所以等一下沒有戴上耳機的各位 可以評評理 就是妳們覺得OK 我們就告訴妳們的另一半 其中四對夫妻的太太 我覺得琪琪應該是最... 沒有真的氣到她先生的耶 是 大家都發情情 妳要講的那個事情 我覺得就... 其實那很嚴重 妳講的事情 她根本不需要戴耳機啊 那很小的事 她又戴耳機 她才剛錄我而已 我跟你講 我們先從張志豐那個開始 就知道事情有多嚴重 好 張志豐麻煩妳在那個演講台那邊 好 立婷請你到演講台那邊 有點緊張 所以我們等一下進行的過程呢 另一半就會戴上耳機 耳機裡面播放音樂 所以另一半會聽不到 你的伴侶在講什麼事情 所以會從我們的臉上 看到驚訝的表情就是這麼過分 但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會有這個歌與歌中間 會有幾秒的空白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歌跟歌中間會有空白 那要麻煩妳 在歌與歌間的空白的時候 妳要自己補上那個空白 好...那時候我就... 干擾他們 很好... 他今天是辦討好鴨嗎 我是賞玉琳 OK... 所以... 你現在請你確認音量喔 音量好 我來確認一下 我想要請問一下張志豐 你太太是不是 是不贊成你借錢給別人 滿...滿不贊成我借錢給別人 有發生過 真正是借了給別人 然後出了狀況 然後惹他生氣的嗎 有 有發生過 是...之前... 還沒結婚之前就是... 像球隊啊 那球員會有資金周轉 都會跟我借錢或幹嘛 因為他們知道我比較... 應該算節省 還是不喜歡跟他們去 消遣一些活動 然後我如果自己都在家裡 會幹嘛這樣 那... 存在下錢啦 對 那所以他們都會來找我 吊錢這樣 吊錢 所以你之前借給你朋友 是多大的金額 我是沒有多大 只有五、六萬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這種金額 要徵詢另一半的同意嗎 之前還沒跟他結婚之前 我是沒有跟他講 那有發生過沒有拿回來 那他知道 後來結婚後 他就嚴重警告我說 不管什麼事情都要跟他講 如果這樣交代先生了 先生是不是就不可以 再借給別人了 五萬的金額你覺得怎麼樣 可以溝通 他可以接受 可以溝通 以達米的身價應該是50萬 這樣都沒問題啦 我身上通常都只有幾千塊 無論如何不要瞞住 不要瞞 對 就是大家可以溝通 那妮娜呢 我覺得可以 可是也一樣要先講 如果隱瞞然後有不好的紀錄 我就沒辦法結束 可是如果是借給女生 跟借給男生有差嗎 當然有差 女生是不可以啊 不能借給女生 因為金錢上 就已經有不好的一個往來 然後又是跟女生 就會有一種糾纏的感覺 因為她和女生用別的方式還她錢 這種東西 妳也想太多了吧 這是不是有可能啊 她舉得好冷靜的 冷靜... 琪琪應該管不動 紅燈匯還在幹嘛 沒有 她很會喔 其實錢是我在管的 那如果有人來跟我們借錢的話 我也是會跟白龍姐一樣 會問她想要知道她有什麼事 然後其實我借她 我就是不打算要回來 最常跟妳老公借錢 應該就是妳媽吧 琪琪啊 妳媽不就是把妳比動嗎 我媽都會預知 預知 對 妳如果現在 對著聽耳機的顏麗婷 嘴型比出借錢這兩個口心 妳覺得她看得出來嗎 妳覺得她看得出來 好 妳現在... 她會不會以為是賤人啊 沒有... 她以為妳在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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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她耳機拿下來一下 妳剛剛有看穿她的口型嗎 妳才賤人的耶 妳是賤人的耶 妳是賤人的 我已經沒笑了 我小時候學過讀唇語耶 我沒笑話妳賤人的 她是賤人之心 妳罵主持人耶 不然她是主持人 妳也賤人啊 妳賤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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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錯了嗎 妳聽錯了 聽錯了 聽錯了 妳看錯了 妳用妳的嘴... 妳用妳的嘴型跟他講 對不起啊... 再一次一次 戴上... 戴上... 再來 再一次... 時間... 我知道... 我知道 尖詐 對啊 其實妳... 其實妳讀圈藝的能力不錯耶 對啊 妳一直都有壓到那個音 不是這兩個字 我們要繼續聊 妳戴上... 這樣很煩 張志豐 所以你在外面 沒有拿回來的錢 到底有多少啊 我是以為沒有再算耶 因為都是大大小小都有啊 那像球隊有時候我們... 像我們比較年長一點 每年都要照顧學弟 因為他們薪水淋得比較少 那他們有可能就月光族 就會跟我們借錢 有時候我們也不會去要回來這樣 顏麗婷在跟你鄭重告誡過說 不要再這樣子 不要再隨便借錢給籃球的同事 之後 你做了幾次這樣的事情 他會看過處... 很少耶 對 因為現在錢就被他控管住了 所以大概只有一兩次 也是滿多次 可是多... 接受... 接受... 有空隙嗎 空隙這麼多 空隙... 空隙在五到十秒的空隙啊 空隙如果八分之後 他不死到嗎 他還要看時刻 所以張志豐 你說不只一兩次 是 因為都是小錢而已 那... 因為我有兩張卡 那另外一張 比較金額比較大的 都是他在管 那我自己有一張 也是每個月我會有薪水進來 金額最高的有超過三萬嗎 就五、六萬都有 五、六萬 所以五、六萬 如果被顏麗婷知道他會怎麼樣 可以嗎 他聽不到 他聽不到 他叫我小聲一點 我給他唸他唸大聲 唸大聲 所以張志豐 請問 隱瞞到現在都沒有講 可是他也沒發覺破綻對不對 對 因為你用的是屬於你的那張卡 裡面的錢嗎 對 他是不管那張卡裡的錢 有時候會被他發現一點點 因為像我們有時候去賣場 他就叫我領錢 我就跟他講說我要繳稅啊 我要給爸媽錢啊 那...就是把他... 所以你戶頭沒錢 是因為借太多才導致沒錢喔 沒有 因為我這一張卡會比較少錢 就幾萬塊而已 五、六萬吧 很容易就沒錢了 對 會不會其實學弟們 都把張志豐當成冤大頭 是啊 就是他們可能沒有跟別人借 對啊 他人家說你就跟那個張志豐借 他們可能會覺得他很大方 可以幫助他們 張志豐看起來雖然老實 可是說不定今天就利用康熙 再遮掩一下他亂花錢的事 所以那些錢 除了借給你的隊友之外 你有花在其他的地方嗎 也是有 有沒有你太太不希望你花錢的方向 結果是你就是硬是要偷花在那個地方 他的方向我不曉得 因為我沒有跟他討論過這件事情 想說買貴的球鞋這一類的 我不會買球鞋跟衣服 公仔 不會 上模特兒 好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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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志豐 陳明線上憂戲 原理題與朱金仁 在網路上亂買東西 遊戲 我們買保護 保護裝備 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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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不得了 這什麼東西 沒有 我們可以要 也會先聽一下 真的嗎 不知道要以千塊 真實的錢 買一個發亮的盔甲 在網路上亂買東西 天啊 你說是買那種什麼生命 或是點數那種嗎 對... 那個是超...沒用的 太... 遊戲... 遊戲可以花掉多少錢 看你怎麼花... 是會花到上萬嗎 有的也會吧 買帝戰士就是這樣 買寶物 寶物 裝備 請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比方說什麼遊戲的什麼寶物 可以很貴 之前常有人玩的就是天堂 到現在還有人在玩 一個帳號賣掉 可以賣好幾萬 真的假的 好了... 然後你繼續... 他已經... 他已經熟練到 由AAA進化為可以講 對... 整個融入整個談話的過程當中 所以你是買寶物嗎 算是 然後買到以後 真的就在遊戲裡 可以發揮很大的威力 因為我玩遊戲 都是球隊的隊友 一直約...一起約來玩 那遊戲裡面都有什麼 團長那些的 他們都一直推薦我當團長 可是你當團長 又不能裝備組比他們爛 一直推他們 這什麼形態 怎麼會昨天晚上 裝備組... 他要把自己弄很強 要帶我們這些比較爛 所以比方說 團員穿的是一般的盔甲 他可能就要買黃金的盔甲 而且會發妝 才會有閃電 是...這樣 才會當Leader 現實的開支 然後又有遊戲生活裡面的開支 對 像我就會在遊戲裡面 跟他要裝備 搞不定 原來他都用現金買 你是用藥買的 我會跟他要 因為我覺得他怎麼全身都在發亮 我就說 你好厲害 我就一直鱷魚奉承他 他就丟很多厲害的人 然後你是應該花錢買 所以張志豐就是一個 很虛華的人啊 今天只要捧他幾句話就... 因為他好像有一點 做大哥的個性 不好意思拒絕學弟吧 所以妳覺得遊戲 花的錢跟借錢 哪一個比較讓太太生氣 我覺得遊戲 遊戲比較讓太太生氣嗎 遊戲可能有一點 他又不是他本人發亮 那是他本人發亮 他本人現在也發亮 他本人現在也發亮 我覺得我們可以讓顏麗婷聽一下 他那個比較... 依你們判斷比較不令人生氣的部分 然後看他的反應再決定 要不要告訴他更嚴重的事情 好 可以拿下來 他是講了兩百件詩是不是 沒有 兩件而已 家裡有...他的卡有兩張 什麼卡 可以花錢的卡 所以一個是家用的卡 另外一張是他私人的卡 家用這張卡就歸你管囉 私人卡歸他嘛 所以理論上私人卡裡的金額 他愛怎麼用就怎麼用囉 是...理論上是這樣沒錯 但我有時候會過問一下 買了什麼 所以你有禁止他怎麼樣花那些 那張私人的卡嗎 就因為他有時候會跟 球隊的人去吃飯什麼 因為他是隊長 所以會請客 就是大概是這樣的錢 或者是買一些飲料什麼 他衣櫃裡面有會發亮衣室 對... 而且你知道他還是團長啊 對 不只是隊長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為什麼 盔甲之外 因為我剛剛讀到卡文哥問一句說 所以你有買嘛 對 你知道他說買什麼嗎 你在買啦 儀式應該是點數之類的吧 因為我很不喜歡他買這個 我覺得智障慘 沒有說... 沒辦法 他是團長啊 他一定要... 所以他要帶我們 他現實生活中已經是隊長 不用再虛擬世界 硬是要當什麼長的 會發亮的隊長 真實世界不會有啊 妮婷 妳猜遊戲裡面 會發亮的盔甲大概要多少錢 誰管啊 不准買 如果要花五千塊真實的錢 買一個發亮的盔甲 這個可以嗎 真實的錢買盔甲的盔甲 買遊戲裡面的發亮盔甲 真實的錢 他沒有買 他沒有買 真實的五千萬 五千塊 五千塊 五千... 嚇一跳五千塊就要離婚 我聽成五千塊 五千塊... 妳也太白癡了吧 五千塊可以買多少 小朋友的東西 他也需要自己的東西 他不需要 可是他有需要的方式啊 他是不是在妳過問 他私人那張卡的錢 花去拿的時候 他常常告訴妳說 給爸爸媽媽 有 所以只要聽到這個 妳會覺得他很孝順對不對 對 我會覺得那可以 很好 有常常聽到這幾個字嗎 每次我問五次 有差不多三次會有這個答案 還有要繳稅什麼這類的 對 那有沒有試著要跟 男生的爸爸媽媽 詢問說 最近真的有收到錢嗎 我... 我總不可能去問公婆說 妳是有拿到錢嗎 不可能啊 對啊 所以他只要用這一招告訴妳 妳應該就沒辦法吵 我就會相信 所以花錢買... 而且我曾經問了有一次 真的很生氣他去弄那些蠢東西 或者是吵架 我就趁他不在 把裝備全部丟地上 妳可以給我 我有玩啊 可是那裝備... 裝備在網路裡面 怎麼丟地上 可以 妳就把它撿回 妳不是網友可以撿得到嗎 對... 然後我那天就生氣 把它全部丟掉 然後因為他那個盟裡面的人 都認識他 就說妳傻笑 幹嘛把衣服丟地上 會被撿走 我就說對啊 我傻笑 我不玩了 拜拜 然後就... 吵架吵很多天 不是 她要罵妳什麼 妳幹嘛丟我東西在地上 為什麼 她要說妳知道 那我花多少時間打到了嗎 就很蠢什麼打到 打到什麼東西 那個很重要耶 不要東西 我都不敢這樣 那天真的太生氣 妳連劍會 妳這樣還說裡面有什麼會 劍最難打 妳應該讓他全裸上戰船 沒東西 我還有人知益盡留一把劍 那花錢買那些寶物比較可惡 還是花錢請學弟 或是借錢給隊友 借多少錢 鍵盤來了 冠軍 會問這樣 有的時候大概就是... 因為他心很軟 那我覺得這個不是說 我們不願意 是其實朋友遇到錢 就是很容易感情就沒了 所以就會貶值很多事情 那如果朋友遇到錢 感情變更好呢 誰啊 那就不是真朋友啊 如果會還的話 可能會變更好 可是如果... 你怎麼知道他會不會還 沒有 如果先生借出去的時候 的態度就是不用還了 不用還什麼... 那要看多少 你心裡的額度就是底線 如果一、兩萬可以 就是可能幫忙 對 那沒關係就是你... 你如果真的沒錢還也沒關係 所以一、兩萬超過三次可以嗎 不是 所以五萬 我們如果告訴你說 五萬裡面有四萬 是拿去買寶物 跟借... 跟借給別人 妳比較喜歡哪一個 好 那... 買寶物 買寶物 你不要借給別人 因為起碼寶物 他自己在使用啊 對耶 可是借給別人 別人可能可以買寶物啊 可以不要再買寶物 煩喔 我真的沒有辦法明瞭這件事情 好 所以如果今天 你先生願意告訴你說 卡裡面他有時候跟你說交稅 或者是給爸爸媽媽的錢 其實是拿去做別的使用 你可以不要回去跟他吵架嗎 可是有一點我覺得他的好... 他的出發點是善意的耶 因為他一直覺得學弟們 是需要幫忙的 至少你老公好像滿善良 可是我覺得如果把這些錢 拿去給孤兒院會更好 妳有嚴重警告過他說 不可以再借了是不是 我說妳可以借 可是妳要告訴我妳要借誰 然後那個人 我來幫妳決定要不要借 妳借的那個人 有包括他跟你講過 不要再借的對象嗎 沒有 那很好 他有遵照妳的要求啊 對啊 問題是... 因為他那眼神就... 我看不懂耶 是... 妳覺得他是避開重點是不是 他說他甚至不敢看他老婆的眼睛 然後就...沒有 對 只是看他肩膀妳就趕快嚇到 好啦 其實學弟真的是挺可憐的 但是真的要看金額 如果對方借金額之後 就是看起來一直過得很開心 這樣OK 他死定 沒有...他們都過得不開心 所以好 我跟妳講 先先講的事情就是 他有時候有借錢給別人 有時候 有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高到什麼地步 然後他有時候有買寶物 就這樣 好可憐喔 然後金額都沒有很大啦 請問那個被人家稱讚 三年沒有見過 是武器還是裝備 是... 裝備 是什麼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他的名字 名字超蠢 妳們聽聽看 名字界我們聽一下 是什麼 日本界 日本界 不是更蠢的那個 光之神劍 你怎麼吃 是這個 你有光之神劍嗎 所以日... 張志豐 所以日本劍跟光之神劍 撞在一起的時候 是哪一把劍會有 不在意 我們很在意這種事 他真的也好奇 宋達明 康熙告解 紅白榮全樂在其中 達明 你會陪太太去斷衣服店 我覺得讓你在轉過來 我看後面 然後一轉的時候 我就看到標價 我眼睛特別利 35000塊 我眼睛 是後面 就知道可能他希望 他買一件衣服是... 小姐其實不要吵我買衣服 你會磨出一些聲音嗎 我看衣服 會有聲音出來 不要動... 不要動... 會有聲音的聲音 你寧願他出去玩 然後花掉嗎 他的事情沒有太嚴重了 不算嚴重嗎 太太們 他們是他們 每個人不一樣 每個太太的心情不一樣 我真的寧願他去買寶物耶 好 你得到... 你得到特許可以買寶物耶 你以後可以買個爽啊 買了送黃恩輝 好 謝謝兩位請回座 謝謝 起碼太太有表示 買寶物勝過接人家 你知道荒唐是什麼嗎 那是手機遊戲 所以電腦不能玩 因為那支手機 它24小時掛著 我覺得有一天會爆炸 為了他的生命安全著想 為了他又再去買一個iPad 但是他居然又申請了 另一個新的人物手機繼續 所以兩台持續發熱中 一定要 因為他們兩個 可以互相支援啊 沒有 兩台都那個當倉庫啊 他怎麼都這樣講 可是如果沒有買iPad 他就只會有一個人物啊 可是你如果買七個給他 他就可以有七個 就可以組一個隊 好永哥可以不要選擇 太可怕了 因為他沒有我幹過這件事 什麼 瓜友哥是演奏過這件事 你投他一個讀書的人 你玩家幹嘛 所以你投他一票囉 我覺得男生就是 打發時間就晚一點遊戲 要換我講了嗎 還沒有 因為我們要先把男生的聽一下 好 我覺得達明對百榮做那件事情 算過分嗎 就... 哪一件啊 因為他滿多事都很過分耶 妳覺得這個... 可是那天是個怪在百榮自己身上 我覺得這件事我老公也會做 這個沒有什麼 對啊 那是他老婆太蠢了 好 百榮 麻煩你坐到椅子上 然後達明請你搭演這樣 來聽一下 你覺得他的音樂已經開始了嗎 已經開了 很大聲 絕對聽不到 達明 你會陪太太去逛衣服店 他可能開始覺得他要讓我參與 然後要...我不知道 可能他希望他買一件衣服是... 小姐 請你不要吵好嗎 你還要磨出一首聲音 你可能比較動 會有聲音出來 不要動... 沒有嗎 會有Squatch的聲音 No... 我以為是DJ台 搖擺 他可能希望 我跟他有一些共同的想法 對他在服裝上面 我覺得他會找你去 會不會是他知道 那一家店可能是 他自己負擔不齊的 那衣服他就挑嘛 那我們兩個共同看見一件 衣服的顏色 那暗暗的... 那顏色沒有很亮 可是我覺得質感不錯 就穿在他身上 讓他讓我看 我也覺得不錯 就是... 所以你們就已經是當場 誇獎那個衣服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覺得這件衣服 穿在你身上 可以襯托那個感覺 所以他一定很高興啊 就要買了啊 對 那他... 我就說那你再轉過來 我看後面 一轉身我就看到標價 我眼睛特別利 我就認了一下 結果開始我就說 其實我覺得穿在你身上 也沒有那麼... 真的那麼好看啦 這樣子 而且它是暗色系 你反在臉上 臉會變黑嘛 我說你要不要考慮亮一點 因為我覺得那個價錢 真的是有一點貴了啦 他就挑了一件比較亮 就去跟一件換 我就趕快就... 但我好像裝很有紳士這樣 這樣稍微看一下 那每一件 我都稍微看了一下標價 那一件還算便宜 三萬五算便宜 所以算便宜了 他出來就問我說好不好看 我就說... 頭有點痛 有點昏 有沒有什麼感覺頭昏啊什麼 然後... 然後他就... 反正那個服務員又過來嘛 就意思啊 然後總統我們要買那個衣服 發現好像沒什麼效 我又開始肚子有點痛 我說我有這種... 有時候偏頭痛的習慣 我說我可能要去醫院看一下 那百榮就當真了 那我們就下了電梯之後 就跟百榮說好像好耶 所以百榮當時是很擔心的一表情 他很認真 對 因為我很少在他面前 做這種動作 三萬五千塊我真的要我買 我真的覺得有點... 我想找他溝通一下 可是他又非常認真 我就覺得要騙就繼續騙下去 後來我就跟他說 那我們就要不要到地下室坐下 我說我想喝喝水 那喝完水之後 我就肚子又餓了嘛 我就叫了兩碗那個... 那個肉跟...肉跟湯啊 你不是在演肚子痛嗎 對啊 可是... 那還吃...肉跟... 我就說我喝喝湯會... 暖暖身子會不會好一點 那他也叫了兩碗 就我們一人一碗湯 湯吃完之後我又想吃飯 我叫一碗滷烏飯 就吃起來 那百榮就問我說 奇怪 那你剛剛那個狀況好了 我說奇怪 吃完飯喔 喝完湯好像整個狀況都好了 那他也沒有狐疑這個事 然後他也沒有再回去 再跟我要那一... 我覺得他可能心裡面 也有補了還是怎麼樣 所以你現在的疑惑是 說不定百榮心裡知道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我覺得他... 他後來也沒有再殺回 人家店裡面去 他沒有問我這件事情 好 我們可以把耳機拿下來 可是我是善意 我了解 現在你補這個幹嘛 百榮 你很少拉你先生一起去 逛衣服店對不對 很少 我自己都很少啊 就是每次去買衣服就是... 妳現在印象中還記得有一次 他有陪你去逛一個衣服店 後來他頭痛跟肚子痛嗎 好像有一次 對 他是肚子痛吧 他當時說他有點痛到 可能要去醫院看一下 對... 妳記得這件事嗎 我記得啊 我記得 我們兩個常常都是 誰肚子痛就要去掛急診 他有時候會頭痛 我就陪他去掛急診 對 所以當下有很擔心他的狀況嗎 有啊 可是後來他就還好吧 後來我們也沒有去醫院啊 對啊 那你沒有覺得這個事情很特別嗎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我太強了 沒有記得這件事耶 因為他是一個他... 他沒有很在意那個... 買到或沒有買到 買到什麼 你看他不在乎 你說衣服啊 對啊 他肚子不痛以後 你沒有說我要再回去那個店 把衣服買下來 後來我好像我自己也就忘了 或者是就算了 就沒有特別去想這件事情啊 所以那個店不是妳 一心要去逛的店 我也一直都還滿想去看 那樣子的衣服 對 然後就那一天剛好有機會 就進去看那個家 達明說今天節目播出後 明天他就再陪到那個店去 幫妳買五件 真的假的 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上次肚子痛 他就覺得很愧疚妳 所以他說就是明天 讓妳盡量在裡面挑妳喜歡的 還好啦 還好啦 可是如果妳要換我也OK啊 對啊 妳太太人真的很好耶 對啊 妳因為這樣就難過嘛 大氣 他超難過的 他就說妳老婆難得有那個 興趣約他去逛街 然後他突然做不透 我明天一定陪妳去好不好 好感人喔 對啊 對啊 他這樣就要難過喔 就不會還好啊 圍巾項鍊他說讓妳隨便挑 因為他太愛妳了 好啊 其實也不錯 好啊 可以啊 對 當然好 他剛剛在妳戴上耳機的時候 講的內容是 他說那天他陪妳去逛那個衣服店 妳問他試穿之後好不好看 他說很好看 可是妳轉身之後 他看到標價是三萬五千元 所以他就開始說怎麼辦 我要離開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勸妳換一件量一點的 是 有這麼一點 後來妳就跟醫師去換量的時候 他就趁機翻了衣架上 所有別的衣服 發現比三萬五千塊都還要更貴 所以他就決定妳一出來的時候 他就要去看醫生 真的喔 所以等一下... 所以他頭昏是怎樣 是看完標籤以後他頭昏了 對 他根本頭不昏 他就需要妳離開那個現場 好笨的耶 沒關係 明天我們去看一看啊 不是... 不是很... 為什麼 就是三萬多 而且我這... 他說三萬五 可以花在很有價值的地方嗎 譬如說 買寶物啊 譬如說什麼 你看 剛剛這一幕真的太驚人了 就是妳只要換一個說法 太太就會立刻... 就是剛剛明明就講好 然後兩個在客氣說 妳明天隨便買啊 何必內疚呢 就兩個人都非常的和好 不是啦 我... 因為我會有點小小 我剛剛第一個有點難過 因為我覺得妳怎麼 就會不相信我 妳其實直接告訴我說 老婆這衣服有一點貴 所以他只要耳語說太貴了 對 我們要不要考慮一下 我又不是那種說 不行 我就要買 我會就要買這樣 我不是那樣的人啊 我的想法是比較矛盾跟複雜 因為我還考慮到那個 服務生的立場 服務員的立場 你有沒有考慮我的立場 不是 也有考慮到 也有考慮到我 因為我們孩子還小得更好 還說妳當下就是很想要 標一下演技 沒有 我還是想說 緩查一下這個方式 他說服務員認出來是宋先生喔 所以他怕... 他怕殺嫁這一類事情 會丟他的臉啊 對 那可是事實上 我覺得稍微貴了一點耶 我也不好意思當擺紅面 跟服務生的面直接這樣講 可是我覺得還好喔 我從嫁給妳也沒有 跟妳要過什麼很貴的東西 沒有啊 對 對啊 真的上完脫塊很貴嗎 真的還好 明天可以去嗎 所以這樣就惹我太太了耶 因為會想說 難道我不值得穿這麼貴的衣服嗎 可是難道妳認為洪白蓉 沒有瞞過他先生買很貴的東西嗎 也還好啦 沒有 真的還好沒有 又不是我在那邊我幹嘛講 沒有啊 沒有 沒有 真的 沒有 你們兩個在去換位子嗎 還好 真的假的 我覺得洪白蓉... 洪白蓉一定有很多破綻 洪白蓉妳要講的是太可怕了 真的假的 達明請坐... 真的假的耶 洪白蓉心腸超感毒 宋達明毫不知情 宋達明有一件他非常愛的衣服 對 妳怎麼對待那件白色時裝 我就把他丟進洗衣機裡洗牙 把他拿起來之後發現 他變成什麼作品 而且我 我想說 我就決定了 就是只有 唯一的方法就是 所以妳把那個衣服帶去哪裡 我就開車上去 不是 太怕了吧 達明說妳可以拿下來 跟他吵架 下次可以戴一個小鏟子 等於事情到東挖西挖挖挖看 對 對 有多愛 就演員本來就有很多衣服 他有多愛那件 那件衣服是他去香港 然後真的很... 還是透過一些朋友的關係 要去幫他找啊 然後弄啊 然後拿了幾件給他挑 白色的西裝 因為他一直覺得白色西裝 要穿起來不會顯胖 然後要感覺上很服貼 然後那樣子可以顯出 身形的真的很難找 所以他就請人家去找了一堆 然後一字排開 他就挑了一件 他真的超愛到不行 然後呢 價格也有一點貴 然後他就很下心了 他就買了 然後妳當時不在 他帶回台灣才看到 對 他帶回台灣 他就很...就是很高興 所以他帶完台灣有特別跟你講說 這是他買過最滿意的一件衣服 對 他跟我講說 這全世界可能也找不到 這麼合他的身形的 然後呢 而且他還說 他就說他這輩子可能這一件 這輩子 這輩子可能 再也不會遇到這樣子的一件衣服 對 我覺得他在講述的過程 有點像剛剛志豐在講 那個發亮的那種衣服的感覺 可能是在現實世界會發亮的衣服 對 無止的棒這樣這一件衣服 所以他有交代你如何 對付那件衣服是不是 有 他跟我說 叫我不准碰那件衣服 然後如果要洗的話 就是送洗 那妳為什麼不照做呢 因為我懶啊 我覺得這什麼衣服 我覺得我看就覺得還好 跟我平常的所看到的衣服 也都差不多 妳怎麼對待那件白色西裝 不是就是這樣嗎 怎麼可能西裝丟進洗衣機 因為我覺得我洗了以後 我把它燙一燙就好了 不管是不是最愛的西裝都不... 不可以丟洗衣機 西裝是不能丟洗衣機的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妳的行徑 已經就是在恨妳老公 妳才會做出這種事情 沒有啦 我覺得我很懶 妳看這件事是不是發生在 剛剛裝肚子痛之後 沒有啦 我是真的真心的想說我跟她服務 我覺得她就是刻意要做這件事 要氣她老公 沒有... 所以妳就丟進洗衣機 對 然後我想說 到時候我自己幫她燙 她是有髒到需要洗了嗎 沒有 她就是有一點點 可能出去煙味 或是在外面一些地方 有一點味道 那為什麼西裝不能丟洗衣機 不可以啊 會變形啊 妳老公不是都穿盔獎嗎 OK...沒有我的事 所以... 奇衣機發生了什麼事 把她拿起來之後發現 這件很故事 可是那個粉紅色是一塊... 一塊...這樣子的 就很不均勻這樣子 然後我一看到 其實我當場我就是... 已經開始冒冷汗 因為我覺得我完了 我真的完了 然後我不知道 我要怎麼跟她交代這件事 決定...我想了很久 我就決定了 就是只有唯一的方法就是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該怎麼... 那是拿去繡一些亮片什麼的嗎 不是... 裡面花的了 所以妳把那個衣服帶去哪裡 所以就那天晚上 因為她在帕西拉都一直還沒有回來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把它毀屍滅跡嘛 我就把它放掉了 黑色的塑膠袋 然後呢 而且是那種垃圾袋 然後就是很像人家那種 裝屍體那一種這樣 然後我就很緊張 超緊張的 不是太誇張了 除了... 我要毀屍滅跡 你知道我很怕 我如果丟在任何的地方 萬一被她看見怎麼辦 妳去山上的幹嘛啊 有一天也認不出來啊 她不可能去回州公翻衣服吧 可是妳知道我那時候超慌張的 我真的覺得 我絕對不能讓她看到 也不能讓她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妳去山上 然後... 對 那天晚上 我就自己就在一棵樹旁邊 挖了一個洞 妳有帶器具去挖洞 有啊 就是用我們那個普通的鏟子啊 小鏟子就可以挖了 就挖...然後就挖了一個洞 然後就把那衣服埋進去 然後就趕快把它鋪好 然後我就... 你知道我做完那件事情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超緊張的 你知道嗎 我緊張到回家開車都在抖 然後我覺得我怎樣就是 埋了一個人的感覺 所以在警方會不會還有一個檔案 是未破案 因為就找到一件西裝 可是找不到那個... 找不到屍體 找不到 屍體到底是哪 請問妳開車離開現場後 那件衣服到現在 都還一直留在那個地下嗎 應該是吧 如果沒有... 對啊 應該就還在埋在裡面啊 結果後來這隔了... 市隔了大概也有快一個月這樣 然後有一天 他又要去參加一個就是晚會這樣 他就跟我講說 叫我把那件衣服拿出來 我就馬上就開始 什麼 那衣服不是好好放在衣櫥裡面嗎 可是我沒有... 你去找找看... 然後他就去看 沒有啊 就真的沒有啊 我不是說你又送喜嗎 我說拿回來啦 拿回來我就好好放在衣櫥裡面啊 你沒有看到嗎 你是不是有中間有穿出去過 他說沒有 我都沒有穿 不可能 等一下 我肚子很痛啊 我應該要去掛旗掌啦 好 可以繼續吧 來 怎麼樣 我就說不可能 我說一定是你穿出去到哪裡 然後忘記擺在那裡了 因為他常常會丟三那四 所以我就用這一點啦 就一直攻擊他... 然後他到最後 就真的被我攻擊到覺得說 是嗎 我有穿出去嗎 就開始懷疑他自己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 對 就是你 你每次 你看 花了這麼多錢 然後從香港帶回來的衣服 你就這樣子白白的送給別人了 你一定是去錄影去哪裡 就是放在外面 然後我就說你真的太過分了 然後我就生氣 然後就走了 然後他就自己一直在那邊說 是嗎 我是有去哪裡嗎 然後就開始翻他自己的行事例 我有去哪裡嗎 有嗎 沒有啊 然後我就是慢慢的就飄走 就留下他一個人獨自在那邊 一直在想你知道 然後我覺得大家都要今天 都覺得是他自己弄丟的 好精采喔 演技最好是你耶 很激派喔 達明兄 你可以拿下來了 達明兄 你上... 你不要... 達明兄 你上康熙來了 很少穿白西裝喔 我有幾件啦 但是有一次好像 好像... 找不到 我跟受洗都只是有幾樣的 有這個印象 那件是白西裝當中 花了比較多錢挑中的 因為白色西裝其實 你要讓它那個質感好 你要花一點錢 然後表演的時候 它一穿上去 你裡面可以配粉紅色啊 配粉紅色什麼的很亮 所以它版型很好 版型好 貼身 所以你裡面想配粉紅色 粉紅色 我有配過一種粉紅色 那如果西裝本身是粉紅色 不就不用裡面配粉紅色了嗎 不可能 白色怎麼變粉紅色 那可不一定 對啊 那可難講 應該只要需要在洗衣機裡 放一件紅色的衣服 白西裝就會變粉紅色 動起來 對啊 那個染色的話有可能 但是因為我都是送洗 我很愛洗那個衣服 我自己的衣服都是大部分送洗 你送洗尊夫人 送洗...送洗的時候 有的時候... 但是送洗要注意 有的時候人家會把你弄壞 或是弄丟什麼 對... 但是你要跟她索賠 到時候可以溝通 不然覺得咱們都好可憐 自己洗喔 那個衣服不可能自己洗 不可能自己洗 它上面明明規規定不能夠洗 我還想把你規定 你衣服不能自己洗 它上面寫說不可 所以一丟進洗衣機那種法 就會來按鈴 我講錯就是他... 他標籤的 標籤上面有寫說一定要乾... 把西裝丟進洗衣機這件事情 你有覺得很嚴重嗎 你說西裝怎麼樣 丟進洗衣機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覺得... 不可能啦 那白癡才會做這種事情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 我不是要惡意攻擊任何人 因為你愛洗這種西裝種類 一定是送你乾洗 有不可能 連手洗的機率都不大 是 是不是惡搞 所以如果第一個就是 有人把西裝丟進洗衣機洗之後 它剛好跟別的顏色衣服擺在一起 然後變成別的顏色了 你會希望看到後果 還是你寧願就永遠 不要再見到這件衣服 我就不要看到這件衣服 但是我會問 怎麼有人那麼白無 我會把那個西裝放在洗衣機裡面洗 所以如果有人把那衣服弄壞以後 自己還把這件衣服處理掉 你應該會很高興覺得說 因為你反正不想再見到這件衣服 對不對 看哪裡... 神經病 可是... 他跟我... 你上次跟我... 那一次跟我講說 送洗... 來 我現在陪你去掛個機場 然後... 所以你要把肉乾乾 達明 你以為 你才是你們家裡面 之前最會演戲的人嗎 沒有 我...那... 喂 我不是只有白色西裝不見 我好幾件都不見喔 你到底把衣服弄到哪裡去了 當然因為有的時候 我在想說是不是我自己 因為有時候錄影會幹嘛 我會不會忘了拿回來 達明 你太太有時候 會開車去山上對不對 我不知道要去... 你去哪裡山上 就我們家以前那個後山 我們家住山上 然後他直接開到後山去 你有想過他去山上幹嘛嗎 我是不知道他去山上幹嘛 因為我去過山上 我跟他吵架 沒地方去 我就到山上去 去禱告兩個小時在下 你跟他吵架去山上 下次可以載一個小鏟子 每一事情到東挖西挖挖挖看 會挖到很多驚訝耶 應該有另外一個衣櫃在山上 你太太不但把你的西裝 拿去洗衣機裡面洗 而且洗壞以後 還到山上去挖了洞 把它埋起來 我很有變態 很有變態 你去做白西裝嗎 甚至可能包括你剛剛講的說 找不到的其他的衣服 沒有啦 那些沒有 那些我都回收就好了啊 只有白西裝需要白錢是不是 因為那些是太珍貴了 滿手棉被去香港可以買五件 不是 那問題 白西裝為什麼... 然後呢 當你找不到這件白西裝的時候呢 尊夫人就發揮了演技 臭罵你一頓 說你把衣服忘在外面 對啊 因為我每次找不到東西 她就會先罵我 就是她就告訴我說 你每次什麼東西丟 丟上蠟絲幹嘛什麼這樣 那我想一想 因為我想不想 我那個記憶是空白的嘛 那空白就想一想 她講的可能也是對 白西裝是你拿去丟的 所以你一直誤以為 自己是一個健忘的人 可是其實你是被... 那我們家不是只有衣服耶 很多東西都是我都健忘耶 所以你現在有覺得 不要買三萬五千塊衣服 給她是對的吧 因為她把你白西裝 買起來了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 她也是算是滿勤勞的耶 她願意去挖一個洞 把西裝買進去 你要先先勸在太太說 你很勤勞喔 你幫我把西裝買起來 可是西裝為什麼會 用洗衣機洗我不懂 你是故意的嗎 不是 我要把他故意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 因為明明就知道 不應該做什麼 因為這裡幾位太太都知道 西裝不應該放進洗衣機洗啊 對啊 她的心態是不是很可異 她一定是在報復你 才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她報復我過 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時候 她把熱水器那個電子拔掉 讓我洗那種冷水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那麼冷 然後她又把電子裝回去 然後熱水又回來 然後等一下又把電子拔掉 因為她跟我吵架 她都用...她不會直接正面衝 好恐怖喔 所以是我要慎重講 白西裝的是... 還有她拿泡麵給我吃 然後她知道我吃泡麵要加蛋 然後她拿那個臭的蛋給我 因為那個蛋也過期 臭的蛋 夫妻床頭炒成為何 但隱瞞的事情越爆越大條 這謊言又可以怎麼演變 不要錯過康熙來了